到现在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 萨姆拉斯在进攻当中啊 正手只得了三分 而萨芬呢是得了五分 反手呢 萨姆拉斯还没有能够得分 刚才屏幕上打出 萨芬的反手主动进攻 得了六分 萨姆拉斯在进攻当中 这是双方两盘比赛 当目前的师傅的统计 萨芬第一盘是12对18 第二盘到现在呢 萨芬也是 事务上比萨芬拉斯要少 报告15 五十九 3.15 4.15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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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15 萨芬领线 刚才萨芬的A次球的时速是203公里 桑姆拉斯这个A次球也是时速达到200公里 这球四线裁判判是球出区了 一发失误 这样萨芬是个双五球 这个桑姆拉斯是双五 到现在萨芬拉斯双五丢了六分了 对方是两分 15.30 谢谢 现在萨普拉斯呢是连锥两球 反而先拿到了局点 萨普拉斯是拿下了自己的发挥局 这样双方前七局是战成了三比四 萨普拉斯还落后一分 从双方的第二盘的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呢 A次球上是5比5 双五十分是0比3 一发的成功率 萨分40% 比对手低了33个百分点 一发的得分率呢 萨分发了八个球得了八分 一发以后的球啊是得了八分 而萨普拉斯呢 虽然只有75%的胜率 但是他得了18分了 而第二发球呢 萨分是12个球拿下8分 萨普拉斯呢是9个球只拿下2分 发球速度来看呢 还是萨分占优势 时速214公里 萨普拉斯是205公里 那么在网上争夺上呢 萨分上网三次三次得分 萨普拉斯上网22次 得了13分 胜率是59% 第十局是萨分的发球局 萨普拉斯上网22次 对本来是萨分拉斯很好的机会往前截击 对本来是萨分拉斯很好的机会往前截击 对本来是三分拉斯很好的机会往前截击 萨普拉斯已经到位了 但是球没有能够拦过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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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撒克尼上网不容易 差一点就被桑姆拉斯突破 好像他守住了 把他打到另外一个方向 30-1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